封神榜 三十一 文太师驱兵追袭 话说文太师驱兵追赶 出西门 一路上齐帆招展 汤古齐名 喊声大作 不表 且说皇家父子 兄弟过了梦京 渡了黄河 行至免氏县 县中镇守主将张魁 皇妃虎制张魁厉害 不敢穿城而走 从城外过了免池 竟往灵同关来 家将徐徐行至白英灵 只听到后面喊声大作 滚滚沉起 飞虎回头一看 却是文太师的旗号 随后赶来 飞虎府安探约 文太师兵来 如何底底 五等束手待毙而已 飞虎见三子天祥 年方七岁 坐在马上 飞虎暗暗皆探 此子幼稚无知 你得何罪 也逢此难 家将来报 起千岁 左边有一只人马到了 飞虎看时 乃青龙官张贵方人马 又报 家梦官摩家四将 从右边来了 又见正中间 林同关总兵官张凤兵来 黄飞虎见四面人马俱来 自私不能逃脱 长须一生 起冲消汗 且说 清风山紫阳洞 清虚道德真君 因神仙犯了杀戒 欲须公之讲 待紫牙封过神 方上昆仑 因此闲有五月 一日往林同光过 被五城王怨气 冲开真人足下降光 真人拨开云彩 往下一关 原来是五城王有难 凭道不行护救 谁来拔劲 真人命黄金丽氏 将吴混元番遮下 把皇家父子 移到僻井山中去 带平道退了昭歌人马 打发他出关 黄金丽氏领法旨 用混元番移诏 将皇家父子 竟已往深山去了 踪迹全无 且说文太师大兵赶至中途 前少报 青龙关总兵官张贵方听令 太师传将令 来 贵方行至军前 欠身恭候 太师问曰 黄飞虎反处昭歌 此必有此关爱 你可曾见否 贵方答曰 末将不曾见 太师曰 速回 警方关爱 不得迟悟 贵方的令 去弃 又报 家梦官摩家四将听令 太师命 令来 四天王步行至军前 口称 太师 甲昼在身 不能全力 太师道 黄飞虎曾往家梦官来否 四将答曰 不曾见 太师传令 速回家梦官守谕 邪同捉贼 四将得令 去弃 又报 灵同官守将张凤听令 太师命 令来 至其前行礼 太师曰 老将军 叛贼黄飞虎曾往官上来否 张凤欠身答曰 不曾见 闻太师令回兵 用心防守 张凤得令 去弃 且说太师坐在 骑上暗司 拒到飞虎寄出西门 过梦京 为何不见 三处人马撞来 巨言不曾见 一栽 一栽 也罢 代吴将人马 扎住在此 看他往那里去 且说 清虚道德 真君在空中 看闻太师 驻兵不动 真君曰 若不把闻中兵 退回去 黄飞虎怎的 出得武官 真人随将葫芦盖去了 到处神沙一捏 望东南上一洒 少时间 闻太师君正官来报 其太师 武城王岭家将到沙网昭歌去了 太师闻报 传令 回兵 慌忙赶杀 静奔免持 一路上 果见前边一伙人 簇拥飞走 太师催动三军 赶过了梦京 按下步表 且说真君在云里 命黄金丽氏把混员翻移出大道 皇家父子兄弟在马上如醉方行 如梦方觉 各个马上柔眉擦眼 定睛看时 四路人马去得引迹无踪 皇民探约 几人自有天相 飞虎盲问众弟兄 方才人马距不知往那里去了 乘此时速行 过陵同关方好 众将听令 速速策马前行 来至陵同关 建一只人马抓住团营 阻住去路 皇飞虎令军量暂停 正要上前打听 只听得炮声响触 呐喊摇旗 飞虎坐在五色神牛上 只见总兵张凤大红翻上数威名 坐镇灵同将张凤 张凤来至军前 大呼曰 黄飞虎出来答话 武成王成神牛至迎前 欠身 口称 老叔 小侄乃是难臣 不能全礼 张凤曰 黄飞虎 你的父与我一败之交 你乃骤王之骨功 旷是国妻 为何造反 辱莫祖宗 金辱妇任总帅大权 辱居王位 其为一妇人而妇君德 如迷而不悟 悔之完矣 黄飞虎告曰 老叔在上 小侄为人 老叔尽知 赵王听监退弦 颠倒朝政 望老叔发慈悲之德 放小侄出关 投其民主 张凤大怒 好逆贼 敢欺武老迈 手起一刀砍来 黄飞虎将手中枪架住 老叔息怒 我与老叔皆是一样臣子 唐老叔被驱 必定也投他出 总是一般 从来有言 君不正 臣头外国 理智当然 老叔何苦认真 不行方便 张凤大和约 好反贼 烟敢巧舌 又一刀劈来 飞虎大怒 纵其挺枪 牛马相交 刀枪并举 战三十回合 张凤立切 拨马便走 飞虎逞世赶来 张凤闻脑后灵响 撂飞虎赶来 鸟翅黄挂下刀 揭开战袍 曲百炼锤 紫荣绳里的停荡 发手打来 话说张凤回马一锤打来 黄飞虎见锤将近 用宝剑望上一掠 将绳结尾两段 收了张凤百炼锤 张凤拜进率府 黄飞虎也不追赶 命家将将车辆围绕营中 就草荫而坐 与众弟兄商议出关之策 且说张凤拜进官 坐在殿上 自私 黄飞虎永贯三军 吴老迈安能取胜 倘然走了 吴又得罪于天子 叫 萧银在那里 萧银上殿 见张凤约 末将听令 张凤约 黄飞虎立敌万夫 又说我百炼锤 似不可以立敌 你可黄昏时候 船长剑手三千 至二更十分 领之大营 听帮子响 一起发剑 射死反贼 将首级献上 召戈请功 方宝无鱼 萧银领令出府 乃自存约 黄将军息在都城 我在他麾下 蒙提携生用将职 我岂敢忘恩 萧银随改装束 暗出行营 黑帝前行 来至黄飞虎营前问约 可有人吗 徐银军约 你是何人 萧银答约 我原是老爷门下萧银 特来报机密重情 徐银军即进银报之 飞虎命 宿令敬见 萧银黑帝参见 下拜约 末将乃就门下萧银 蒙老爷点发灵同关 今日张凤命令 末将二更时 带领攒剑手 射死老爷满门 将首级献上招歌请功 末将自私 岂肯欺心 有伤天道 故此改装 先来报之 飞虎听弊 大金约 多敢将军胜德 不然黄门老少死于非命义 实习再生之恩 何时能报 为今之计 是蜀燃眉 将军何以救我 萧银约 大王速上马 领车辆杀出灵同关 末将开关等候 事不宜迟 恐鸡械有误 飞虎等急忙上骑 各持兵器 喊声杀来 势如猛虎 十方出更 魏集二谷 士族皆为有备 萧银开了拴锁 皇家众将 一拥杀出关门去了 且说张凤正坐厅上 呼报 皇家众将闯关杀出去了 张凤历声叫苦曰 是我错用了人 萧银乃黄飞虎就将 今日串通黄飞虎 展官落索而去 可恨 张凤急上马蹄刀来赶飞虎 不妨萧乘马引在关棒 听得马铃响出 料是张凤来赶 不妻果然 张凤走马方出关门 萧银已几次张凤于马下 话说萧银杀了张凤 走马赶来 大叫 皇老爷慢行 末将萧银已赐死了张凤 大王前途保重 此一别不知何日在赌尊严 飞虎称谢约 今日之恩 不知甚日能报 彼此各分路而别 后来萧银会在实觉阵内 此事后话 不表 且说黄飞虎离了灵童八十余里 行至铜关 铜关守将陈彤有探马报道 黄飞虎同家将至关 扎住了行营 陈彤笑约 黄飞虎 你指望承汤王位坐守千年 一般也有今日 传令 将人马排开 陈彤全身披挂 结束整齐 打电擎拿飞虎 且说黄飞虎扎住行营 问 守关主将何人 周继约 乃是陈彤 黄飞虎半赏不言 长絮约 西陈彤在我麾下 有事犯无军令 该消首级 众将告免 后来准立功戴罪 经调刃在此 与吾有戏 必报昔日之恨 如何处置 郑辰四间 只听外边呐喊之声甚急 飞虎上了神牛 提枪制营前 只见陈彤耀武扬威 用急纸约 黄将军请了 你西想王爵 今日为何私自出关 无奉太师将令 酒后多时 起早早下马 解返朝歌 免声他说 飞虎约 陈将军诧矣 银须消息 乃世间长情 昔日你在吴灰下 我并无他心 待入手足 后来犯罪 是你自取 无一听众人 而免你之罪 立功自赎 我亦不为无恩 惊当面辱无 莫非报昔日之恨耶 快放马来 你三合赢得我 便下马受负 言罢 摇枪直取 陈彤将话己相迎 二旗相交 双兵共举 一场大战 话说二将拨马 往来冲突 二十回合 陈彤飞飞虎敌手 料不能胜 眼一挤拨马就走 飞虎怒气冲空 大喝一声 绝拿此贼以泄无恨 望前赶来 陈彤闻脑后 鸾铃响处 料是飞虎赶来 挂下话己 驱火龙镖拿在手中 此镖乃一人密寿 出手咽声 百中百发 一镖打来 飞虎叫声 不好 夺不及 一镖从斜下打来 黄飞虎被火龙镖 打下五色神牛 黄鸣 周济见主将落旗 催马向前 大和约 误伤无主 代无来也 两骑马 梁炳斧飞来直取 陈彤将话己 即驾相还 飞镖将飞虎救回时 已是死了 二将战陈彤 恨不得将陈彤碎万段 陈彤演一集就走 二将为飞虎报仇 催马赶来 陈彤又发飞打来 把周济一标 将颈子打通 落马 陈彤勒回马玉区首级 早被黄鸣马到 力战陈彤 陈彤剑已剩二人 便回军掌骨进营去了 且说飞镖把飞虎尸还救回 三子剑赴死大哭 黄鸣将周济也停在荒郊草地 仲家将无不伤感 仲将剑死了二人 心下无谋 前无所往 退无所归 正在慌乱之间 不表 话说青丰山紫阳洞 清绪道德真君 正在避云闯运元神 忽心下一惊 道人秀礼捏纸一算 早知黄飞虎有恶 道人盲命白云童儿 请你师兄来 白云童儿及时请出一位道童 生得身高九尺 面似阳之 眼光暴露 智云踏前下拜 口称 师父 换弟子那必使用 真君曰 你父亲有难 你可下山走一遭 黄天化答曰 师父 弟子父亲是谁 真君曰 你父乃武城王 黄飞虎誓言 今在同关 被火龙镖打死 助你下山 一则就父 二则你子父相逢 久后十周 共服王爷 天化听罢问曰 弟子因何到此 真君曰 那一年 我往昆仑山来 脚踏祥云 被你顶上杀器 冲入云霄 足我云露 我看时 你才三岁 见你相貌清奇 后有大跪 故此带你上山 今已十三载了 你父亲今日有难 该我救他 故叫你前去 真君先把花篮 与天化拿了 又将一口箭赋予 吩咐 速去就付 天化方欲问故 真君曰 若会臣同 须得如此如此 方可保你付出同关 不须你同往西齐 可速回来 终有日相会 天化领师父严命 叩头下山 出了紫阳洞 捏了一撮土 往空中一洒 借土顿往同关来 迅速如风 父子相逢 同关大战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未来 明天不见解